1943年3月26日拂晓 在靠近北极圈的科曼多尔群岛附近的海面上 迷雾缭绕 六艘美军战舰突然与十几艘日本军舰遭遇 下路相逢 双方立即展开了一场近距离的海战 叮叮光光的你来我往打了几个小时 海战中双方都没有投入空军力量 使得这次海战成了太平洋战争中 屈指可数的一次 以舰炮交战的传统海战之一 美军舰艇在这次战役中表现得比较糟糕 重型巡洋舰沿湖成号遭到重创 失去了反击能力 就在美军进退两难的时候 大雾中的日军舰队却突然后撤 逃离了战区 这场海战 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实在是名不见经传 小的不能再小 甚至历史学家们研究它的都很少 但是在它的背后 隐藏的却是美国在1812年独立战争以来 唯一一次收复被忘了的领土 它占的是哪呢 1942年5月5日 日军大本营发布旨在控制太平洋攻击中途岛的密号作战计划 先派遣一支舰队进攻美国阿拉斯加州西南部的阿留申群岛 占领该军岛西端的阿图岛基斯卡岛 以此为诱饵 牵制美军舰队的注意力 然后主力舰队趁机夺占中途岛 1942年6月7日 中途岛海战日军大败 但在同一层 有日本海军北方编队主力舰体36艘 几千名登陆士兵 大摇大摆的登上了毫无射防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 这张就是日军刚刚登上阿图岛的时候所拍摄的照片 日军的这次占领行动 看一下这个阿图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阿图岛基斯卡岛 日军首辈力量不落的阿图岛 随后收复日军首辈力量不落的阿图岛 基斯卡岛 显然这样的地理位置 对于日军来说既是通往北美北欧的捷径 也是一个能够骚扰美国在北太平洋海上作业的据点 同时它还能够威胁到美国的西海岸 而对于美军来说最重要的是这是一百多年来第一次收复被敌人攻占的本国领土 我们来看一段影像 是美国人在1943年所制作的一个动画片的片段 非常有意思 看了之后 想必各位就会明白了 虽然说那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岛 可那也是领土之战 不过美军收复失地的准备时间也长了 足足用了一年的时间 这里主要是因为天气的原因 纬度高 作战只能是选择在五六月份天气转暖的时候 当然美军也不是什么都没做 自打日本人占领了阿图岛 海军空军就会时不时的对岛上的日军来个轰炸什么的 并且组织舰队巡航 开头我们提到过的那次海战 就是巡航中的一次遭遇战 实际上如果不是这次海战提醒了美国国防部 不知道这样的收复行动还得准备多久 这次海战不但拉开了收复阿图岛之战的序幕 顺便也歪打正着 打破了日军对于阿图岛的一次物资补给和增兵计划 这就是那次海战当中的日军指挥者 中将戏轩徐子郎 具体资料不详 但可以说他是个倒霉蛋 因为当时他在那次海战中其实是打赢了的 但却突然主动后撤 这件事说起来稍微有一点搞笑 虽然日军舰队的数量超过美军舰队一半还要多 并且美军巡洋舰阎湖还受了重伤 也失去了动力 当美军准备迎接最后决战的时候 细轩木子郎并未意识到阎湖成号已经受到重创 误以为其停驶是为了准确射击 并且当时认为自己的舰队损失比美军还大 而美军的阎湖成号受了重创之后 因舰体倾斜 大雾中朝着日军的方向 冲天发射了最后一枚炮弹 炮弹不是凭射 而是一个炮雾线 从天而降地落到了日军军舰上 雾中的细轩徐子郎 觉得这是美军的增援飞机来轰炸了 立刻命令撤出战场 就这样 美军舰队走了大运 莫名其妙地赢了这场海战 也莫名其妙地切断了日军 对于阿图岛的补给线 日军就成了没有外援的孤军 他们的命运也被决定了 这就是阿图岛上日军的指挥官 山崎宝代 一个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分子 山崎宝代 日本陆军大作 1891年深刻 1913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曾参与过出兵西伯利亚 中国的济南事变 也称五三惨案 武汉会战等 屠杀过中国大批民众 历任步兵第15连队大队长 步兵第130连队连队长等 1940年晋升大佐 指挥日军第130步兵团 1943年2月 担任北海守卫队第二地区队长 率2000多名日军 占领阿图岛 美军是由谁来指挥这次夺岛之战 说起来 鼎鼎大名 金凯德 美国海军四星上将 1888年出生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 1908年 美国海军学员毕业 参加过一战 1942年晋升少将 参加过所罗门群岛战役 1943年1月 调任北太平洋方面军司令 指挥收复阿图岛和吉斯卡岛的作战 登陆部队由美国陆军第七步兵师担任 兵力11000余人 师长阿尔伯特布朗少将 11000对2000多 显然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够悬术的 不过美军一般在登陆作战的时候 会依靠强大的火力优势的同时 以首岛兵力的三到五倍 来配备登陆部队 在一些攻防战中 这个比例也是比较常见的 在夺岛之前 按照美军的惯例 首先是要大张旗鼓地告诉对方 也就是说 对岛上的日军 及其防御攻势 来一通狂轰滥仗 1942年至1943年东 美军在距离阿图岛东南方向 60英里左右的阿姆奇特卡岛 以最快的速度修建了基地港口 随后用铁板铺建了机场 从这里起飞的战斗机和轰炸机 彻底切断了阿图岛和日本之间的海上运输线 由于停工带料 阿图岛上又是山地动土地带 日军甚至都没有来得及修海防攻势 只是在防御纵深利用崎岖地形 修建了一些必要的防御攻势 对于岛上日军的防御情况 美军还是有些了解的 这看起来似乎没有太多的障碍 动土 两千多的日军 没有后援 虽然岛上的山崎宝带 对美军夺岛是有思想准备的 毕竟你占的是别人的领土 不过在防御方面 他一直认为主攻的方向应在附近兵力比较多 面积也比较大的吉斯卡岛 而直到5月11日的凌晨 阿图岛的上空出现了 这个的时候 他才意识到了 进攻就在眼前 是的 是一篇树叶 就是它 这是美军在登岛之前 撒下的券祥传单 我们来看看这上面 到底写了些什么 同一页 这是日本文学当中的一个词牌的名字 而词的内容是什么呢 摇摇欲坠的树叶 那是士官们 必将覆灭的凶兆 树叶的凋谢 是将积累的悲伤 与不幸 这实际上是美国人 按照日本的一个词牌名 填的一首词 或许是怕日军没有文化 不懂词牌 所以在传单的背面 又用大白话解释了一番 春天再次来临之前 美国人如梧桐叶 散落般投掷下的炸弹 将带来灭顶的悲剧 这种设计倒是挺浪漫的 或许是因为岛上 连棵树都没有 想让日军思念一下 有树的家乡 这个不太懂 1943年5月11日黎明 美国空军的轰炸机 五颗海军的舰载机 首先对岛上日军的防御阵地 进行了压制性轰炸和炮击 夺去了制空权 随后 一直由20余艘巡洋舰 和驱逐舰组成的庞大的舰队 护送着陆军第七师 一万一千人 向阿图岛浩浩荡荡的进发 此刻的美军登陆士兵的心情 还是很轻松的 一万多美军 对两千多日军 胜利应该是唾手可得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 阿图岛的全景影像 这是美军在登陆之前 远眺阿图岛时的情景 大雾中若隐若现的阿图岛 看起来光亮而映淡 在此时登陆美军的眼里 感到更多的只是盲人 在阵阵袭来的寒影中 他们还不知道 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意料之外的战 更无法想象 自己将会陷入一个 怎样的困境之中 只是美军确实把这次夺岛 想得有些浪漫了 等他们上了岛之后才知道 这次夺岛面临的敌人 并不仅仅是日军 我们先来看一下 美军计划着如何拿下这个小岛 首先在登陆之日前一天 派出一支由200人组成的侦察兵部队 从北部登岛侦察 随后配合登陆部队 阻击后退的日军 而登陆部队主力 计划由南北两个方向登陆 分别为北部的赤滩 红滩 和南部的马萨克湾 因为地形崎岖 岛上可供登陆的海滩面积并不大 登陆部队被分为 彼此之间相隔20英里的 几个小型部队 他们同时登陆 登陆后在岛的中部 汇合总攻 最终在三天内 将日军压迫到到东部的峡谷中 赶下海 这个计划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破绽 阿图岛海岸线情况复杂 可供登陆的滩头本来就不多 分头登陆 然后汇合 挤压日军的思路 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中国有句成语 叫纸上谈兵 原来美军所使用的是1934年的海图资料 这上面所标注的航道水深 登陆的时候发现 根本就靠不住 比如按照作战计划 一艘轻型护卫舰 拿索号 在登陆时 是要为登陆部队 进行火力支持的 可是等拿索号到了岸边才发现 他根本就靠不了岸 甚至连一些登陆艇 都很难靠岸 也许美军使用过期地图的这个传统 就是从这开始的 其实按照当时的情况 就算是拿索号靠了岸 他提供的火力 也没有多大的帮助 当时在南部登陆点 美军登陆时 日军竟然一枪未发 这是为什么的 我们来看一段历史影像 记录的是当时美军第七师 在南部登陆点 登陆时的情景 而美军在大摇大摆地 拍摄这些登陆影像的时候 此时的日军士兵 居然还不知道美军正在登陆 因为登陆时候 正值天气转暖 海滩上 海拔低洼的地方正在化雪 一片泥泞 登陆的所有重型装备 都得靠声拉硬拽弄到岸上 岸边就是悬崖山里 许多物资还得靠肩扛上山 由于日军兵力不足 而南部登陆点的地形齐驱 日军在南部登陆点 几乎没有布置兵力 如果说仅仅是因为地形问题不好配置兵力 这个理由显然说不过去 如果说日军轻敌 那就更不是了 美军这次是又撞了一回打运 美军原计划登陆时间定在5月7日 可是阿流深群岛恶劣的天气 推迟了美军的进攻时间 日本守军连着几天做好了全面迎战的准备 但几天后仍不见动静 以为是虚惊异常而放松了警惕 因此当南部登陆点的美军 于5月11日清晨在大雾中登上滩头时 竟然没有被发现 当时的大雾天气 使美军再次走了大运 但是有一例必有一币 持续的大雾也影响了登陆艇的集结 登陆之前 有6艘登陆艇居然在雾里走散了 在岸边转了左右好几个小时 直到下午1点多钟 才摸回了编队 就这样 直到下午3点 登陆艇编队才集结完毕 乘进攻队形散开全速登陆 在途中 第13号登陆艇不知撞上了水里的什么东西 结果导致船体破裂沉没 有4名士兵被淹死 当南部登陆点的部队还在岸边转悠的时候 北部登陆的部队却进展得非常顺利 很快 他们就遇到了日军 日军恶守山口 凭借着隐蔽的火力点 把美军死死地盯在原地 一整天 我们这里有一段录音是一名叫做沃纳的参加过收复阿图岛战役的美军士兵 在多年之后所做的回忆 他提到了当时在北部登陆作战时候的一些情景 这就是在阿图岛上作战的真实情景 冰天雪地 迷雾 泥宁和暴风雨 好在侦察兵们已经提前一天渗透上岛 到了第二天清晨才算是消灭了海滩上阻挡的日军 但是与此同时可怕的冻伤也开始在士兵的身上出现 我们找到了一段很珍贵的历史影像 记录的正是在阿图岛上美军作战的影响 尽管岛上的日军没有增援 可是美军无论在装备上还是心理上的准备都显得不足 首先美军严重低估了环境因素对于夺岛的影响 恶劣的极地环境造成的简缘从一登岛就开始了 在连绵不绝的山巒和天寒地洞中 士兵们必须在泥沼重重的半冻土地带 以及冰雪覆盖的光图山坡上 忍受着冻伤战壕族病以及双冻病行军作战 陆军第七步兵师远在加利福尼亚炎热的沙漠中受训 本来是要派往北非的 最后却被派到了阿图岛的冰天雪地里 冬季作战的准备明显不足 由于对战场自然环境估计不足 很多士兵得了冻伤 在登陆的头几天里 起码有1500名士兵失去了战斗力 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很多人甚至连行走都困难 毕竟日军在岛上已经经营了一年之久 防寒方面自然是做得比较充足 再加上对于地形熟悉 因此美军在登陆的头几天 伤亡比较大 另外山崎宝带手里的人虽然不多 在南部也没有布置多少兵力 但这并不代表它没有布置火力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它在防御上的一些细节 登陆的第二天 南北两个方向的美军 开始向岛中央会合 但是日军利用地面优势 组织了非常有效的抵抗 并且经常发动夜袭伤亡美军 而南部略军绕过美军正面 回到了预先修筑好的 位于山谷一侧的防御攻势中 在这些攻势里 有早就伪装好的山炮 迫击炮和重机枪等火力 居高临下将南部登陆的美军 困在山谷中 美军对这些铺天盖地的炮火 打得措手不及 而海岸边的舰艇 又因为大雾怕雾伤 而无法提供有效的火力支援 南部登陆的美军 就这样被困在马萨克山谷里 整整六天一筹莫展 而最令人沮丧的是 当士兵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用几天就可以起将战斗机了 这美军攻成兵的实力不可小看 而日军集中全力恶守的克莱维斯艾口 可以说是日军的最后一道屏障 克莱维斯艾口地势险要 位于两个分别叫做冷山和安博角的制高点之间 拿下了任何一个制高点 日军在阿图岛上的防线就会全线崩溃 再也无险可守 山崎宝带知道面对具有绝对优势的美军 他是必败无疑 但他还是下令所有的官兵赋予顽抗 此时他的想法就是要拼命地让美军付出更大的伤亡代价 面对居高临下的敌人 美军在进行一番炮火准备之后 开始同时向冷山和安博角两个高点冲锋 经过三天的武战 5月20日美军冲到左侧的冷山山顶 与日军展开了一场惨烈的近距离的手榴弹大战 日军的伤亡不断增加 防线不见松动 而对面的安博角却进展不顺利 攻击部队连续四天的攻击都被击退 而且日军中有一个会说英语的日本兵 用流利的英语大声地向美军骂着乌言慧语 这给早就愤怒的美军火上浇油 结果双方在阵地前叠叠不休地对骂了一页 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美军正在和日军对骂的情景 怕音量不够还整了个高音喇叭 美军呢越骂越生气 心想你不是喜欢夜席吗 我也会 21日凌晨趁着夜色和大幕 美军派出两个牌组成的赶死队 悄悄地爬上了安博角顶峰 冲进了日军的战壕 与惊醒的日军展开了一场白刃战 美国大兵的白刃战一点都不含糊 这里面有一位李逵式的人物 确实比较神勇 其中一位名叫乔治米利奇的牌长冲在最前面 冒着日军的枪弹冲上山脊 跳到日军的战壕里 毫无畏惧地左冲右突 占用步枪干掉了两个日本兵后 又用刺刀刺死两个日军 继而往藏兵洞中又跟了一部闪弹 在弹药用尽刺刀损坏的情况下 手握枪管疯狂的一阵挥舞 居然又砸死四名日冰 整个过程速度差不多能用闪电般来行动 在清除战壕里的日军后 垂着被三颗子弹击中的左臂 米利奇又跳到山脊上 指挥他的牌继续向前冲击 当日聚守安博角的日军全部被消灭 看来只要是正义之战 人的勇气有时确实是无敌的 爱口之战结束了 美军终于成功控制了克莱维斯爱口 在北部美军的配合下 参与的日军最终压缩到了阿图岛最东端的 非常狭小的齐恰歌岗地区 此时看起来胜利就在眼前 实际上应该说是最后的疯狂就在眼前 日军虽然没有了地形的优势 但是在最后的据点 齐恰歌湾地区早就做了准备 构筑了相对完整的战壕体系和火力网 也储备了充足的弹药 美军在进攻齐恰歌岗的路上 只能步步为营 一寸一寸的推进 一个碉堡 一条战壕的逐步守护 向旗下歌岗口推进的道路并不平坦 日军失去了高地的优势 但是在平地上 他们到处都挖有这样的攻势 在大雾里也很难发现 饥寒交迫的美军 几乎是猫着腰 一点一点地向前推进 冷枪难防啊 美军需要在大雾里 仔细地辨别 好在岛上全都是冻土层 日军不能像在贝里流岛那样 挖出四通八达的隧道来 而且这些地洞都很短 你发现洞口 紧下迫击炮 就能解决问题 这些洞里的日军更惨 吉仰没有 弹药不足 虽说是拼死抵抗 还是被美军一寸一寸地 逼到了海边的港口附近 我们一起来看一张很有意思的照片 在阿图岛上战况逐渐清晰的时候 乐观的士兵们就在营房的边上 造了这么一棵树 大树的边上还立了块牌子 上面写着阿图岛上唯一的一棵树 自此这个阿图岛算是有了第一棵树 唯一的一棵 虽然是人造的 毕竟这看起来 也算是有了一点生机和希望 5月29日 攻击进入到了最后阶段 而新上任的这位美军第七师师长 兰德鲁姆少将决定 在当天凌晨对日军的最后固守地 发起总攻 谁承想 行动被山崎宝带 抢先了一步 山崎宝带于凌晨三点下令发起了孤注一掷的自杀式的反攻 日军兵力只剩下了一千人 为凑齐更多的人数 他甚至把伤兵都派了上去 计划着能够突破美军的防线 夺取美军资重 然后将炮口对准美军的摊头阵地和物资供应基地 这个计划看起来挺美 日军突袭队悄悄摸上来的时候 美军官兵们正在阵地里睡觉 许多美军被扎死在睡梦中 紧接着 这伙日军又扫荡了一个战地救护站 杀掉了所有的医护人员和伤兵 这伙日军就像是嗜邪的野兽一样四处行凶 当他们最后向停放着军车装备的高地冲去 想要夺取装备的时候 我还没想到的是 竟然却被几百名维护装备的工程兵给终结了生命 就在这个高地 驻扎着美军五百名负责维护车辆和资重的工程兵 虽然他们没有受过多少军事训练 但是阵地上所发生的一切惊醒了他们 工程兵们迅速组织起反击 好在他们的手里弹药充足 火力也猛 一通重机枪狂射 把这伙日军逼下了高地 此时这群日军不仅弹尽粮绝 连有力地形也失去了 工程兵们虽然打退了日军的进攻 自己也伤亡不小 不过也有那贪生怕死的 当时有一名日本士兵化装成了当地的土著 居然搞到了一条船 想逃跑 可是出海没多久 他便在大雾里迷失了方向 划了半天 又划回了岸边 结果被美军的巡逻艇抓获 押回到美军的营地 他先是装成哑巴 一通比划 装得还挺像 美军真的以为 他是一个当地土著 正准备放他走 这名士兵发现了桌上摆着一盆白米饭 他太鹅确实是忍不住了 于是就冲着米饭大喊 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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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代价 美军官兵五百四十九人死亡 一千五百多人受伤 另外还有一千两百多人被严重冻伤 因战壕足病冻伤而入院 甚至许多人因此而被截肢 而日军将近两千三百人的部队 最后只剩下了二十八名幸存者 这里相当一部分人是死于自杀性的攻击 当时很多美国人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些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地 为日本天皇卖命 拿起武器去杀人 然后再自杀呢 不过这一次的夺岛之战 美国人也学到了一个最宝贵的经验 就是要尽量避免 因为日军愚蠢的顽抗 而造成己方的伤亡 而且在战术上 对战区的自然环境 看来有必要进行充分的评估 从阿图岛来看 自然地理对作战的影响可是不小 假如我们要面对这样一个小岛 一个极为酷热 或者极为潮湿的作战环境 该怎样去减少非战斗减员的数字呢 这一点美军在随后收复附近的吉斯卡岛的时候 进行了非常慎重的考量 而且也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 金凯德决定于1943年8月中旬进攻吉斯卡岛时 首先在六州内向吉斯卡岛投下了1200宗炸弹 战列舰 巡洋舰和驱逐舰 则对日军的主要阵地和港湾进行抛击 此外调集了34000人组成的地面多岛部队 携带着经过试验的全套基地装备 进行登陆作战演习和通过沼泽地的训练 8月13日 一个由几十艘运输船和近一百艘军舰组成的庞大的登陆部队 从阿达克岛基地出发 15日扶晓前 舰队实底吉斯卡岛附近的海域 对日军主要暗防阵地实施了猛烈的攻击 天一亮 坦克登陆舰 步兵登陆艇及坦克登陆艇等 即开始抢滩 遗憾的是 经过这么一通折腾 登陆之后才发现该岛并无日军防守 原来在三周之前 驻守的6000日军在大雾的掩盖下 完整而又悄然地撤出了吉斯卡岛 如果单是从战略角度来看 阿图岛之战是一场无谓的战斗 在美军已经取得太平洋战争主动权之后 占据阿图岛和吉斯卡岛的日军 实际上处于孤军状态 不可能突入阿拉斯加而威胁美国本土 收复阿图岛完全是从维护美国国家尊严的角度 所做出的抉择 因为哪怕是日军占据着一小块领土 也是对本国公众感情的巨大伤害 这次战役过去很多年以后 1987年阿图岛上出现了一件 让人有些费解的事情 日本通过美国内政部的允许 在这个岛上建立起了这样的一个造型怪异的纪念碑 以纪念当年杀害美军士兵 所有医护人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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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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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